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汉语成绩越来越不好 我想放弃 可是如果我放弃我的汉语专业的话 我每个事情都不能成功 以后为了提高我的汉语水平 我跟朋友用汉语聊天 我把电影剧本都背了下来 我的汉语发音和听力有了很大的进步 甚至连佩华老师也成长了我的发音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也一样 我们不能整天做自己喜欢的事 啊 讨厌 真累啊 这对我们有意义吗 这样的态度很不好 一定多看看好处 到成功的时候 就会有成就感 如果你有兴趣海购努力的话 你一定可以成功 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